多年生草木本植物的种子是最宝贵的 这个树如果有灵魂有意识的话 它就给它裹成坚硬的壳 让你吃不到 吃不到也有个问题 它的传播能力就差点 是吧 那到底怎么办呢 那就是它负责有它给它传播的人 那些人是什么呀 松鼠 鲑鱼 是吧 你看吧 这里边就有个悖论 你又想让人传播种子 又不让人吃 既要又要 还要 这就不好办了 既要马儿不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是呢 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发现 它的这些最精华的东西被包含在硬壳里 我们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就把它敲开了 是吧 剥了它里面那层膜 然后吃 这个吃呢 我们不能当主食 只能当点心 小吃 是吧 补充一下生活的情趣和这种滋养 是吧 谁要把它当饭吃 我告诉你 你肯定吃进去拉不出来 胀子就胃很疼 就做出世间地 流程 进成 组 于